詞曲 李宗盛 很感謝大家參加我們這個紅Van的分享會 大家知道紅Van存在了 都應該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其實是49的 如果計算清楚的話 如果大家平時有沒有搭紅Van? 有 有吧? 六Van也有吧? 其實大家回答紅Van和六Van 大家印象中 小巴是兩種的 紅Van和六Van 其實只有三種 有第三種 第三種政府不承認 只不過是地下潛規則 它存在 為何會存在呢? 不如我們先看一段短片 大約是五分鐘 這段短片是政府覺得 是地面的知識 紅Van地面的知識 大家要知道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稍後我再說一次 我們要知道 我看到 我會想 你會想 那我看到 我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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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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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 你會想 讓小巴進入市區解決市民沒有車搭的問題 從此,香港的馬路上就有他們的出現 當年,小巴沒有規定行車的路線 陰有盛客在各區上落 比巴士和電車更加靈活,所以大受歡迎 在69年7月2日,正式通過小型巴士合法 當時很多不合規格的白牌車 趕著去運輸署登記和改裝,結果引起混亂 有很多巴士的代表來交通署 要求將安全的水準和種種規格降低 因為他們時常來到交通署商討這個問題 就拖遲了改裝他們的車的時間 梁鴻在69年開始做小巴士機 見證著小巴業興起的年代 當年只有客人找車,有很多客人 不優租,去到工廠地方上客 那些客人又在後門上來 負責不見下去,坐在地上也很狠 當年,小巴的車資還是任由司機定價 所以梁鴻說收入不錯 當年收的車資便宜 很少說超過一元,一元就隨便去延朗 當年我們的車很好做 油便便便宜 所以我們賺錢很容易 69年一天賺一百元就多了 至於小巴的款式又經歷了多少轉變 初期九座位的小巴 車身黑白格制相間 所以有斑馬底的稱號 後來,小巴增至十四座位 車身噴上紅黃,兩個顏色以作變形 所以小巴又叫做十四座,或者是紅車 這段69年的報紙廣告 刊登日本車廠出產的小巴 當時廠商標榜車廠夠豪華舒適 到80年代 香港就劃一採用這款日本生產的小巴 1970年,陳寶珠和斜嘉燕接觸小巴 留意下他們上小巴的位置 原來當時可以在車頭上車 車頭還有兩個座位 這套七四年的劇集 可以清楚見到小巴的車廂 車尾原來還有一排四座位 後來小巴因為要安裝冷氣 後排四座位便沒有了 又看看這套劇中出現的兩部小巴 他們有甚麼不好 一部有車頭地點牌箱,一部就欠缽 早期小巴並沒有車頭頂地點牌箱 直到1977年才陸續安裝 這樣就可以清楚顯示目的地了 時至今日,小巴已經由14座變成16座 而且更加有綠色專線小巴出現 不過有些目的地名就從無改變 好像觀塘那個觀字 小巴一直沿用這個觀字的寫法 還有港島的銅鑼灣線 小巴的車頭會顯示廣大院的牌 香港大院在90年代已經結業 不過香港人一樣明白 廣大院即是去銅鑼灣線 今天大家可能會為小巴每次總要等滿客 才肯開車而有所不滿 但是又記不記得在40年前 小巴曾經是疏道交通方便市民的一大功臣呢? 大家看過這段影片之後 大約知道我們香港為何會有紅車出現 其實紅車出現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也不是政府意願 因為六七暴動 當時最高峰的時候是戒嚴的 當時六點之後 那條街要沒有人 但是當時兩間巴士公司 也有司機參與罷工 當時工人下班的時候 根本不夠交通工具 那時候有些非法營運的車 都跑出來偷雞裝客 當時警察也沒有辦法 因為都是隻眼開隻眼閉 如果不讓他們載一些人回家的話 警署也裝不完 因為太多人了 由此可見 當時香港的運輸系統實在是很懸賜 因為只有巴士 道輪 電車 就是這三個 的士不是人人坐得起的 因為當時的的士是一元起標 一元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現在大家比例一下 那時候是一條油炸鬼 一元就二十條油炸鬼 現在油炸鬼十元一條 那就是說 二百元起標 比例上 大家不可能這樣坐的士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由一些半合法的車 好像剛才所說的那些班馬仔 他是九座位的士 當時他在元朗做生意 因為他看到市區這麼缺乏車 就全部走出來市區做生意 大家看到剛才的車 是小於我們現在看到的十六座很多 但是當我朋友 和我上一年多的 他當時家裏有幾輛這些半合法的車 他告訴我 最高峰的時候 一輛車可以載到五十二個人 大家都說了一聲 大家聽清楚我說 載到不是坐得到 上車的人全部都不能坐 他就把座椅拆掉 只有司機坐 其他人就半蹲 半蹲 就要在車上逼到終點站 因為中間不能下跌 因為裡面的人都不能出來 如果在青山道 去紅暗桃角環 你一定去到桃角環 才一次過下跌 因為他亦都想快點回頭 做到一轉 這個情形也是代表那些司機 是很好找的 剛才聽過那位梁洪先生 其實他在這本書裡 都是有份給我資料的 是一個很好的長者 我們問他的資料 知無不言 他說當日 司機是一百元日 就是1969年 剛剛那一年出來打工 我一個月的人工 就是剛剛一百元 就是說司機做了一天 我就要做一個月 所以證明當時做小巴司機 是很好賺的 和現在就相反 現在很多司機寧願做看間 因為看間也有萬多元 但是如果做司機 分分鐘被抓去坐牢 為什麼呢 你弄傷了乘客 或者撞了車 你犯了禮 調消牌照 分分鐘又坐牢 所以現在請司機 很難請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小巴 出現了19座 大家有沒有錯過 19座 挺舒服的 但是 這是一個潮流的逆轉 因為它從14座轉16座的時候 牌子是飆升的 為什麼飆升呢 因為再多兩個客人 那麼車就值錢很多 但是調轉了它從16座轉19座的時候 牌子是下跌的 那很多人問 為什麼會跌的呢 因為現在我們剛才說 我們看到的小巴 是有三種的 我現在說是 大家看到那種 叫做 我們項內叫做公海車 它的牌是紅白藍三色的 那這三個顏色可能就說 你們是不是貪得意 隨便三個顏色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大概說說原因 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旺角、朗豪方 如果大家坐過就知道 這輛車 去到旺角它不會再去的 你就要下車了 所以這個旺角就是紅色的 有時候你看到旺角是藍色的 這個旺角是藍色的 藍色的意思就是 它經過旺角而已 它最終就去到佐敦道 佐敦道才是終點站 所以就這樣開始 是紅白藍三色 這個是約定俗成 不是我發明的 還有其他的 大家如果看到 所有如果不是白色 任何顏色 除了白色 這些車就是第三類的紅車 第三類就是 它是一個專線 它是點到點的 是會比你坐的士 不過如果有安全帶 大家就最好戴了 它會快到你害怕 尤其是晚上12點後 它那個咪錶 即是赤咪錶那個 他都不管了 因為他趕著第二轉 大家如果 我目測這麼多 在座這麼多位 除了我今天帶來的嘉賓 我前輩李先生 我想都是最老是我的 給大家看 這個牌 我想這個牌 大家很少見過 這個就是我前輩 稍後會介紹他出場 李先生寫的 這個牌 我想大過很多在這裡的人 超過40年 另外還有一個價錢牌 我也要介紹一下 這個我想不是人人見過 這個牌 如果放在我公司裡 它有一張智廉 叫做非賣品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不賣的 那麼有沒有人猜到這個 是賣多少錢 除了李先生 李先生不要說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寫了嗎 不好意思 找一個大家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這個知道嗎 八個半 八個半 五個半 是 差點逐差 五個半 即是竟然有人認識 其實如果我們做小巴的時候 但是在三十多年前 五個半 是很遠的 現在五個半 可能都不夠在旺角座 我前天剛剛搭去旺角座 收到七元 之前是六元 現在是七元 我覺得七元也應該付 另外還有一個 又是李先生的珍跡 這是李先生的珍跡 很帥 這個牌 也超過三十多年 那就是 洪灣的歷史 如果說 洪灣的專算 是何時出現呢 應該是有冷氣之後 1984年有冷氣 之後 就開始 有些有勢力的集團 就是霸著這些洪灣的線 其實洪灣的站 政府大約150個 六灣的站 就四百多個 六灣站多很多 因為政府想把洪灣轉為綠色 所以洪灣的站 我想不會再加 洪灣的站 是不斷增加的 那些有勢力的人 就霸了線之後 你幫他買一個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牌 其實我是四五年前做的 這條線 想開線 就找我做了一個牌 大家知道 仙達的前身在哪裏 仙師 旺角先師 其實現在還是寫旺角先師 為何仙達不見 這個牌沒有出過街 做了應該是三十個 他給了錢之後 後來打電話給我說 不要了 他說開不成 是因為其他那些大佬不讓他開 做了牌都開不了 這些就是他們裏面那些 不明文的規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初頭 三十幾年前 如果有一些站的人 來找他們做事 通常都帶一條 金鏈粗的手指尾 都有左龍有虎 說話都很粗魯 但現在就不同 現在就算站的人 找他們做事 都很斯文 不會哭打哭殺 亦都證明 社會正在進步 無論是黑白都會進步 其實紅營 他由開始的時候 其實只有三千三百五十架 大家說為什麼 四千三百五十架 其實一千架 是後來才加出來的 那一千架 我聽老前輩說的 有兩間巴士公司 九巴和中巴 抗議政府收紅營八千元 一個牌費 然後給紅營一個牌 兩間巴士公司說 我有專利權 我每年給專利稅政府 為什麼八千元 就立刻可以 拿一個終身用的牌 還可以轉名的 抗議的 政府安撫這兩間巴士公司 每間都給了五百架 每間都給了五百架 這個 好說 事先聲明 先帶回頭盔 是老前輩跟我說的 我上網都查不到這一段歷史 但這一千架 怎麼出來呢 我想可信性都挺高的 後來這兩間巴士公司 因為它不是真的想做的 它拿了之後就放了出來 變成四千三百五十架 由一九六九年到現在 是沒有多 亦都沒有少過 一直在營運 初初由八千元起步 去到最高峰差不多八百萬 八千元和八百萬 我不知道中間的倍數是多少 應該一百倍 怎麼說一千倍 不記得 應該是一千倍 應該是一千倍 但是 當時政府給這八千元 收這八千元 有兩個地方不能去的 第一個就是尖沙咀 第二個就是半山 是不能去的 其他就沒有說過不能去的 所以當時是很好做 但是慢慢慢慢 政府開始壓止紅車的增長 變了很多禁區 如果大家有紳士鎮住的話 如果你住在青衣、馬安山、張軍澳 你是看不到紅車的 因為他不准進去 屯門公路也不准走 這方面我亦都代表我們 不要說代表 我都說一個公道的話 對紅車不是很公道的 因為收八千元的時候 當時的八千元可以買一層樓 在紅磡、土國環那些 當然不是尖沙咀 紅磡、土國環買到一層樓 現在我們賣了一個小巴 是買不到一層樓的 三十多萬買不到 現在一房一廳都不止了 這方面我覺得不太公平 而且紅車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還有司機的賺錢能力也越來越少 亦都導致一些比較賺錢的線 有很多有勢力的人士 就開始繼續去霸佔他 這方面我覺得 是一個很自然的生態 沒有辦法了 我覺得如果紅磡繼續演變下去 所以我想不出十年 就會全部變成綠色 因為政府大力提倡六車 他跟兩間巴士公司協調了 如果是有錢賺的 而是巴士公司也不願意做的 就會給六線做 六線再不願意做 都不輪到紅磡做 因為本來今天我也請梁洪先生來 因為他是我們紅磡的始祖 很可惜他真的沒有空 因為我是八二年入行 八二年再度回到十多年 這十多年 在我知道的紅磡歷書裡面 是有點空白的 由梁洪先生保替進來是最好的 但是他說他沒有空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當時他說 他們做紅磡的時候 所有線都開放了 甚至有時候是在彌敦道都可以上落 但是這段時間屬於很短 慢慢政府覺得是不適宜再這樣做 如果大家搭紅磡 有沒有見過一些很高的價錢收費呢? 大家看到紅磡最高收多少錢? 有沒有這樣知道? 一百八十我都沒見過 我見過一百 一百 但一百都很離譜 一百我記得應該是1986年的 當時我一個同事一個月的人工 都是二千多 如果這樣說 當日的人工都不夠單程 從青山到元朗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 貴到很不合理 為什麼會收這個價錢呢? 因為打風 或者是年三十萬 大家趕著回家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就是中秋節 大家最需要交通工具的時候 他就懂得愛錢 這件事我和梁雄也有談過 大家就為了這幾天的利益 三天的 其實我計算是三天 就是三次用了這個牌 你八十元、六十元那些有 但一百元最巔峰的就是三次 我就為了這三次 全香港市民都記得你 我們紅磡是成人之危 那不是很好 你有事的時候 不幫助你 你有錢就上車 沒有錢就不要走開 你九十九元也不要上來 我一百元 我們當時是 做這些價錢放在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做到這麼貴 他突然間來買我們沒有的 沒有呢 他就用一張一百元 黏在那個凍風波裡 這個很經典的場面 因為可惜當時的手機 也不方便拍下 他真的很值錢 這張相片 後來我們都會做出來 做出來放在這裏買 其實也不多 這個也正正是代表了 紅磡是一個里程碑 但自1986年之後 就已經沒有收過 沒有收過這麼貴 我印象中應該 八六和八七這兩年 是收過一百元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紅磡去到九零年 都開始走下坡 因為政府集體運輸系統的成熟 有西鐵 有屯門公路 有其他的巴士路線都很完善 現在的巴士 又有Wi-Fi 又可以充電 又有冷氣 哇 車這麼大 但慢慢 大家都未必一定選擇紅磡 除了巴士停車之後 如果說停車之後 我應該這本書都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有少許劇頭 如果提過我都會說少許 不過聽完之後 如果大家想看 都可以再買一本書再看一次 不好意思 因為大概三年前 有個女孩子 應該是二十多歲 她來到我公司 給我一個手機看 她說 師傅我想寫一個 一模一樣的牌 我說挑就行了 她說不行 要寫 寫到一模一樣的 就是西環至荃灣的通宵 小花線 我說這麼有趣 寫完之後 你在背後寫了我和我男朋友的名字 她說預備在情人節 是送給她男朋友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她們兩個拍拖 如果是晚了十二點多 當時是沒有車的 沒有巴士的 地鐵都停了 她男朋友會在西環 坐這輛紅磡送她回家 然後自己又坐這輛紅磡回家 我覺得很浪漫 這件事也很有記憶 想不到我們紅磡磡 都有人可以將她 用了一個情人節禮物 這個比較意外 近來也很多 有些朋友移民 移民就送給別人 移民去那個國家 一邊就寫著香港 一邊就寫著去移民的地方 我們有做過丹麥、德國、加拿大、美國一定有 現在就變成多功能 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小巴牌的時候 因為其實1987年之後 大部分都是用跳黑的 因為剛才說過 1984年政府批准 紅磡有冷氣 這是一個紅磡的轉捩點 因為全香港四千多架小巴 在那幾年裡 要全部換了車 因為紅磡有冷氣 就不一樣 我們家裡有冷氣 我們家裡就能買一架冷氣機 裝飾就可以了 紅磡是不行的 他整架車要換掉 換掉是一個很大的 在車行來說是很大的生意 在我們這些小手作來說 也是一個機會 因為當時紅磡的行規 所有車上的消耗品 都歸於車主 車主給了錢賣光 那些司機來到我們 就什麼都要了 好像那些女士 當時有百貨公司 我們自己喜歡這樣 還有他所有賣的東西 到時可以買一張單給他 去跟車主收錢 當時不只是我一個 也有我另外一個 今天要介紹的前輩 或者叫李先生上來 李先生好像在睡眠 不如李先生你坐這邊 歡迎李先生 叫李先生跟大家打聲招呼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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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很早就做小巴 初時就做那些是狗人鞋 狗人鞋 就是街尖仔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電視 街尖仔 就是走新街 從左到馬頭 去到荃灣、元朗 那些街尖仔 去到荃灣、元朗 去青山道 回香港沙廠 然後就一直跟著 李先生 一直去到王國 上去 那時候 如果在荃灣上車 去王國就收五毛子 現在去到香港沙廠 收八毛子 那時候 就是狗座偉兵 就沒有 街尖仔是走新街的 在荃灣、元朗 我們初時就做過這些人鞋 後來 合法化 十四座 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駕 即是是實力汽車 實力那些 實力超巴 沒有冷氣 那時候初初也沒有冷氣 實力開始 有大法仔 又有 K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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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車 或者 Occitane 英國車 那些 十四座 就要噴了紅色 車頂紅色 應該是紅邊 合法了 合法 排費 我真的不知道 排費 因為我八二年入行的時候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大家不要再看到 李先生 聲約紅中 其實李先生八十五歲 很厲害 我們從駕八排 一直駕到九座位 即是那些小巴 不合法的小巴 轉到十四座 一直這樣做下去 後來我改行了 沒有做車 做十四座小巴 那些汽車零件 還有膠牌 膠牌 車頂的布牌 那麥先生 他就做了一些膠牌的盤 那些多數 後來他就 那些膠牌 改良了 就叫屁字 厚身的屁字 填油 給麥先生做 李先生很客氣 說認識我 其實不是 是我很厚面皮 拿著我的產品 走到李先生 預料被人打 就是大家是行家 那他就紅霸 青山道 小巴站是他的根據地 那我呢 不要說紅霸 我就靜悄悄地 在佐敦那裡生存著 佐敦那裡不是只有我一個 最初有三個師傅 在寫牌 那為什麽我會找李先生呢 因為李先生 他亦有其他小巴的產品 例如膠盤、錢兜都有 但是李先生本身的強項 他是小巴零件 就是零件的 我呢 不是的 我是做阿加力產品的 我都劇透了一些本書 經常都劇透一下 先賣一下廣告 我1973年 是做一個交片招牌的學徒 是做交片招牌的 不是做小巴牌的 當時我學了大約五年左右 1978年我自己膽粗粗 租了一個樓梯底 一千多元租 自己開始自己的小生意 到了1982年 人家收回我的店 就趕我走 多得他趕我走 如果他不趕我走 我也做不到小巴生意 這個業主 後來我也多謝過他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不過不要提他的名字 是很有名的 賣糧茶賣龜鈴糕的 這個業主 我很多謝他 我都周不時幫助他 都是龜鈴糕的 雖然我吃了不太受得 他趕我走 我趕我走 現在我公司的地址 就是在小巴站 當時的小巴站 有八條小巴線在一起 八條小巴線 一到晚上很好生意 因為當時沒有冷氣的車多 有冷氣的車多 突然各個排隊 就坐有冷氣的車 因為李先生也 大家聽到他的招牌也知道 叫實力汽車零件 因為李先生已經退休了 所以不怕賣廣告 是吧 實力汽車零件 為什麼改造實力呢 因為當時十四座位 我們行內叫熱狗 全部都是實力的 這方面又有少許劑透 因為之前李先生也說過 有comer 有e-so-so 有很多車款 百花齊放 也有個老前輩告訴我 自同有一班日本的 汽車代理的廠 來到香港 找了香港的運輸處 其中一個交通部的 高級幫辦 Sport 這個人查得到 他是葛柏的手下 聊天後 就一除定音 就用了實力 也導致李先生的實力汽車零件 發財了 是吧 發財了 李先生那時候來我店裡拿東西 是駕駛私家車 不是駕駛小巴 有車、有樓、有店 找到吃 比我更好 當時我為什麼找到李先生呢 因為李先生賣的盤 他不是自己做的 他委託一間交片店 我們行家做 我們行家 張心比己 他主力做招牌 他叫做這本 叫學師 在那裡黏著 碎頭碎尾 給你 有時候 脫頭脫骨 那些人 脫了 就拿來我那裡 喂 你那些牌 那些盤子 那麼差 其實不是我做的 慢慢慢慢 頂著中氣 都不是我做 每個人賴我 我拿著這本 然後去找李先生 我說老闆 不如我便宜些賣給你 你沒有幫別人拿 我打算當時 他就會一個二十個出去 又沒有 做過幾十年朋友 應該1984年 我認識你1984年 拿著號碼 忘記了 忘記了 我記得 幸好你沒有欠我錢 我也記得 因為那個朋友 陳文杰的徒弟 幫我製造的膠盤 那些 他又沒有阿密先生 那些 整套 他都是七萬一歲 一歲後 一歲後 最尾 很容易一層兩層就散了 想起阿密先生過來 加上全部給阿密先生 好多謝李先生 幫我宣傳 不過可惜現在 洪湯就是適眉 就算我做得多漂亮 都沒有用 大家都看到 大家可能說 我在街上 看到很多洪湯 為何會適眉 因為你在 在旺的地方 看到他 在旺角 譬如在灣仔 上環這些地方 看到他 你一離開 去到新市 真的見不到洪湯 其實洪湯的存在 是慢慢消退的 我最新的消息 其實洪湯已經跌到 一千架以下 六湯已經超過 三千三百五十架 而是與日俱增 但是 去到十九座以後 排價跌得太厲害了 我想現在 六湯經營的大老闆 都在爬頭 因為由最高峰八百萬 跌到現在三百二十萬 如果樓價不斷跌就好 樓價不跌 就倒轉 小巴牌就跌 樓價就拼命升 如果當時 因為李先生也買過小巴 我也買過小巴 一升兩三倍 就是契弟走多忙 賣鬼了他 應該賣了他買樓 補充一點 如果你轉六湯 一定要買一輛紅湯 買了一輛紅湯 就向政府申請 就轉六湯 六湯多數是大台團買的 只要買十幾架 那些紅湯現在越景越少 一買買十部 他跑去算 譬如 黃大仙上慈雲山 我要十部車 我一定要買十部紅湯 向政府申請轉六湯 就補回不知何時 我不清楚 我沒有做了那麼久 就不清楚 我轉了 就證明了這十部紅湯 就是在大企構 就是有一條線 你現在只要找到另一條線 補充又可以去 從荃灣 博羅村 從左樓到博羅村 有些大車行 他一定要買十部紅湯 或是政府申請十部六湯 買十部紅湯 轉回六湯 就可以走到荃灣 多數會變成大財團壟斷了 以前那些單人車都可以 那些紅湯 你有錢 有十萬萬萬萬萬 可以公會 買一買一個紅湯 就可以自己 做了老闆 駕駛 可以 加上大財團壟斷了 一買一買十部紅湯 一轉回六湯 就拿一條線 走到各個地方 李先生說得對 但也要補充一點 其實紅湯轉回六湯之後 又可以轉回紅色 政府沒有規定 你會轉來轉去 太可愛了 不過 因為初頭 六湯線是烏合之眾 很多單頭車主 把自己的車 加進六湯線 因為覺得線有前途 就加進去 慢慢慢慢 壯大了幾個大老闆 集合了很多車 他就可以跟政府 有個 《bargain power》 即是他跟政府 講數 他可以有力量 政府都會聽他的 大家最 如果坐小巴 坐得多 最出名的 六湯線 馬山 他差不多有幾百部車 如果他一說不定 他就停 他都放在那裡 政府就害怕了他 但他現在都很丟臉 因為牌子跌得這麼嚴重 因為很多 以前加進集團 一起做生意 那些 紅湯線的車 有時候做不定 就會轉回來 做紅湯線 六湯線做不定 轉回紅湯線 但是紅湯線 現在 請司機 是二個六湯線 因為六湯線 是耿身的 多數 不是全部 有些分帳 但是紅湯線 大部分 都是承包制 包了車之後 他給了那天租 所有收入都歸於紅湯線 如果大家乘搭紅湯線 有沒有覺得司機特別火氣 是不是 你落得慢一點都會罵你 你給了一張大的錢 喂 喂 有沒有散 你帶子早點說 因為我們 年紀大了 年輕的司機 未必認識我們 我在佐敦 因為佐敦有很多條線 我有一段時間 就經常去李渔門做事 紅湯線去李渔門 不作他損 的士也不夠他快 他比你快的士 因為司機很熟路 我第一次上車 上車坐好等開車 喂 叔叔 先給錢 我說是嗎 先給錢 我先給錢 11元 現在也要11元 給了 我翌日又上去 又要去 翌日上車 這次醒目 幾十歲 不要被人說 拿好11元 司機收錢 先坐下 叔叔 你坐著後面上車 我究竟怎麼辦 我給又罵 不給又罵 但這件事 因為他不認識我 可能他認識我 或者他很生氣 他不認識我 我就會罵你 我亦都跟那個會長 大家聊天 我說如果這樣 一般的乘客 會有一個很壞的印象 今天A司機 就要先收錢 明天B司機 就要下車 究竟我來坐車 是要給你做出氣袋 我覺得這樣也導致紅車 漸漸走下坡 也有少許原因 還有 女士有沒有覺得 要下車的時候 不太好意思說有樂 等等 看看有沒有人叫 沒有 等也沒有 有樂 司機說 阿姐 早點說 快線來的 怎麼停給你 那又要被他罵 有時小聲他聽不到 又是你的錯 司機大哥沒有錯 所有的錯都是你 他對著前面那些 手機路一直說粗口 對著你也是說粗口 他都粗口 要是說給你聽 或者說給那個手機聽 永遠都是說粗口 我覺得給別人的印象就是惡形惡相 好像現在幾天書展 你一出去 他真的方便了 就在門口 觀塘 紅暗 鎖國環那邊 立刻有車 不用走 如果你不坐車 你繞一大圈 你繞十幾分鐘才去到地鐵站 他是方便的 不過你又要忍受少少少閒氣 如果見到有些 戴著今年的手指尾 或者一邊橙青的 你坐在那裡不要發聲 乖乖坐車 等人叫你才下 你有下也不要下 不要阻礙人開車 有人集中在一起才下 燈丹市街 山中街不行嗎? 你又停一次 又要說 很有趣 有時候 我們做小巴 之前 如果大家坐在紅暗 有沒有見到幾個字 下車請早陽聲 有嗎? 我發明的 不是,那字不是我發明 我排出來的 我排出來 被鬼佬讚過的 驗車官 他不認識的 這件事是司機告訴我 很漂亮的 驗車的時候 我鬼佬說 為何一架架車 有一條這樣的字 什麼事 翻譯告訴他 好啊,這件事好啊 應該值得推廣 但是我也是 側側的 印上自己的電話 進去 要宣傳一下 但是 所有打電話來 都不是小巴司機 也不是行家 全部都是客人 有時晚上兩三點打來 你那個司機剛才說 粗口罵我 不關我的事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現在賓姐多 我留下手袋 在你的車上 我不關我的事 最嚇我一跳 上個星期 黃大仙警察館 你這輛車出事 我沒有車 幸好我沒有車 他說 你這輛小巴司機 不是我的 有些人說 你這輛車收多了兩元 少了兩元給我 這些就是提外話 我覺得 有些宣傳效果 不過就是 反面教材 剛才我問大家 有沒有見過 這一張 大家都見過 也有好處 不好意思 冷落了 李先生 我賣給李先生 那些 我寫回他 很公道 不過寫回實力 我考解的名字 就切掉 寫回實力的電話 你有沒有收過這些電話 有沒有人投訴 投訴你的車 沒有 沒有 證明我的樓盤比你更多 正常 青山道 炮台街有沒有紅鞭 炮台街有 有 以前我知道 炮台街的紅鞭 多數會走荃灣 大埔上水都有 大埔上水都有 因為一個月有八條線 一天租三百元 現在三百元 現在三百元 三百元 應該賺錢也挺難 三百元 只租一間 夜間來另外 所以 剛才說 六鞭為何這麼難賺司機 因為六鞭月薪製 月薪製的薪製 大約一萬元左右 通常是給些 差不多退休的紅鞭司機 好過坐在家裡那麼悶 坐在家裡跟老婆吵架 不如再開工 問題就是 這些司機年紀大到差不多 他真的不太適宜開車 有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在新聞裡留意一下 有些司機出了事 那些司機分分鐘六七十歲 有些七十多都有 但是 我覺得 有這麼大年紀的司機 大家乘坐在家裡 有些擔心 其實李先生也有這些 小巴牌 什麼牌也有 只是未懂得開飛機 沒有 貨櫃車也有 因為那個年代 他考的牌是可以吸收的 聽他說的 我不知道是否真正的 即是不用考的 可以吸收給你 是否這樣 沒有 我給牌去看 給牌去看 你有什麼牌 有寫明幾種牌 那你還有沒有族的牌 我沒有族 現在要驗身 幾十年了 我替你驗 驗我 然後你拿牌 一至八個號碼 好 這麼小一個字 大家看不到 我記得 有一個號碼 雖然我看到 不過我老花 戴上眼鏡 第一個號碼 1號 駕駛車的 有寫的 坦駛車? 沒有寫的 就這樣1號 對 後面 因為我沒有車牌的 不好意思 我不懂駕駛車 私家車 第二號呢 第二號輕營貨車 第三號 電單車 第四號呢 由私家車到私家小巴 第五號是公共小巴 的士你也有 他由1到19 他由1到19 除了單車你什麼都可以 一元上車 我們一路開 你開的時候給1元上車 這麼貴誰有空坐你的車 1元上車 1元上車的士 1元上車的士 1元起標 起標的士 我小巴你1元 真的怕烏鷹就行了 1元起標 李先生開的時候 應該只是2號 只是2號 因為我坐車的時候 1970年至1972年 五號去洪陷杜國華 九龍城黃大仙都是5號 由旺角去 很久了 70年也有三十幾年 四十幾年 5毛錢而已 1元去到元朗 迫的士 不是的士 我現在講小巴 你今天講小巴 你不要講的士 我講的士 你今天講小巴 你講小巴 小巴就是 小巴 五尺 和半合法的巴馬仔 不是巴馬仔 九座位 都是叫巴馬仔 即是不合法 你有沒有載過五十幾人 沒有 最多都是十幾人 很厲害 這麼有良心 九座位 不是 車子有小椅子 我們那時候有小椅子 讓你坐 有小椅子 讓你坐 這件事我真的講真 因為我今天這個老友 他要上班 雖然我這個年紀大 他還沒有退休 他要上班 要不然就叫他來 因為他家裡有幾架 非法營運的車 真的載到五十二個 他做那些蛇仔 即是那時有輛跟車 有個蛇仔 負責收錢 他是坐不到在車上 進不了車 他扯著旁邊 真是命大腰 好像今天的交通那麼繁忙 一早就已經 拜拜了 你戴上鏡頭 有了 那個報告拍出來 那時候 那時候 阿士丁 英國車多 那些狗座位 最多坐二十人 都很厲害 即是有幾張椅子 本身的車有幾張椅子 那些你不能拆開 除了大家見過的小媽 有沒有見過這種小媽呢 沒有啦 沒有啦 厲害啦 這種網絡上 是惡搞的 因為前年還是大前年 有一輛小巴 就在這個APM對開天橋 那裏脫了一輛 嘩 嘩 竟然記得嗎 啊 這個輛脫出來 就不是說 好像大家想像中 脫了螺絲 飛了一輛出來 當時政府說 這個 新聞報道員說 這個罕見的意外 但是我們業界裡知道 這是必然發生的 看什麼時候 大家坐小巴有沒有感覺到 那輛車去到紅綠燈前面 大約還有一百米左右 他也動行走 去到最後才行 總之要搖搖搖 你很有趣 這輛已經是十六座 十六座 這輛是七三七加十六座 我想找回那些狗座 那些不小 就是有兩個引擎的那些 你說那時候坐了幾十人 有 我一會兒給你看 不知道坐了幾十人 不要讚兩哥病 讓我再說一說 我再說到哪裏 啊 說過那輛 那輛 那輛脫了出來 他不是說跌了到地上 他脫了出來 就飛了到APM那棟樓上 那棟樓上 那棟沒有問題 他彈回到地上 就彈到一位女士 死了 真是很不幸運 這位女士是在一間餐廳做清潔的 剛剛下班被她彈死了 差不多五十歲 這是一個慘劇 我也認為 小巴有些是漠視了維修 也有些市民上了這輛車 為何臭 因為她的司機是包了這輛車的清潔 但是我其實和洪文很有淵源 我1969年沒有讀書 因為交不起百元的學費 所以我就去了抹車 因為我姐夫還在抹車 所以我就跟著去抹車 我現在也不高的 比現在還矮 起碼矮一個頭 我不夠高抹那些玻璃 因為那輛車太高 我只是負責掃裡面的垃圾 洗一輛車輪 但是我一出來就抹一輛車行 它有五輛紅車 剛剛轉的 轉了紅色的 然後就抹五輛車 那位老闆 不知見到我年輕人 如何關照我 小孩幫我抹一輛車頂 五毫子一輛 哇!五毫子一輛 找到樓梯也要上去抹 抹車頂 抹不抹都看不見了 也有抹的 我沒有那麼偷雞 也要洗過車頂 那五輛 兩個半 剛才聽過 我做一個月只有100元 抹五輛車的車頂 不用一個小時 那不是每天抹的 老闆來不中叫我上去抹一下 也要收下欄 所以跟紅車也有點淵源 李先生跟紅車也更加 李先生剛才說 想考這個 有一個引擎 要飛機牌 要飛機牌才可以開 是的 有引擎 有引擎 我第一次見 第一次見 不是假的 網上搞 不好意思 這個剛才 其實有些題外話 其實大家在街上看到 十字車 救護車都是我做的 為什麼會有關我的事 有一些少許歷史 2003年的時候 因為有一批救護車 在中途 on duty的時候壞了 令到有些病人過世 當時機電署就說 不如大批換掉它 換了的時候 亦都給了賓士做的 賓士做的 賓士做了這些車之後 就原價來香港 連字都貼好了 一來到就能夠外出 但是他在波蘭製造 波蘭製造 人們又不懂英文又不懂中文 因為貼到錯了 來到香港便不能用 不如在香港做開車身 他就找了我 做到現在 不好意思 提外話 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做的 就是我們幫一間 錄音公司做的 LED燈箱 如果大家現在看到的 十九座位 都是有這些燈箱的 但要留意一下 那些字是不同的 這些字是用回我的字 但是你看到十九座位 全部都是用美術字的 是不同的 我當然覺得自己的字比較漂亮 是嗎? 多謝你 或者我們... 這個又有一點點題外話 這兩個德國人 不知哪個渠道找到我 就叫我跟他寫一個牌 寫德國漢堡 寫了之後 拿回到德國 就拍了一張照片給我 就說 多謝我幫他寫一個牌 我又收錢的 都不用多謝的 或者我看一些有意思 不要看這些 可以可以 你送給我 看一些... 不好意思 因為這間不太適用 這間不太適用 如果關於熊煙的 也有關於熊煙電影的東西 大家認不認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名字很長的 哪夜我在旺角座上 往大埔的熊煙 那夜我在旺角座上 往大埔的熊煙 對,凌晨 你真厲害了 因為我的名字太長了 我不會記得那麼多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這張照片的道具 這張照片為何會叫我製造呢? 因為陳果說要原汁原味 製造香港地道的熊煙電影 就找我了 不是陳果來的 他叫我PA 製造了這張照片給他做 拍了這張照片 另外這張照片也是我製造的 不過這張照片更長 是2003年 有一張照片叫做《亡不了》 但是這部電影 我覺得講我們熊煙的歷史 反而是這部亡不了說得最多 那夜那裡沒有那麼多 這部電影其中有一個配角 是陳維文 他在這部電影裡 飾演了一個黑社會 他本身也是黑社會 他也認真的黑社會 他也說了我們熊煙的地下潛規則 也說過所有熊煙的專線 都是一些有勢力的集團來控制的 等於剛才這麼說 你要進入他那條線 你一定要付錢 我也有一點劇透 因為我們製造這張照片 是1982年開始製造的 我最初製造的這張照片 不是用電腦製造的 全是人手製造的 那時候都收到很貴的 一百元一個 做了之後 那條線賣給司機 是賣三十萬 一百元和三十萬的比例也很遠 一個牌 三十萬 這是最極端的 最貴的 後來一路跌跌跌跌 現在只剩下幾千元 為什麼當時會這麼貴呢 其實如果你買了這個牌之後 你這輛車一個月的收入 都不會少過幾萬元 因為那條是黃金線 你一回來 也不用十幾分鐘 又可以開車了 所以一天會跑很多轉 還有那時候 油也便宜 車價也便宜 維修便宜 因為那時候的小巴只有四個輪 知道大家現在的小巴有多少輪嗎? 不要這麼快地回答 才不知道 是六個輪 李先生買車的時候 他是我前輩 他買車的時候 也是四個輪 我買的時候已經有六個輪 玻璃多多兩塊 你想想 四個輪、六個輪 維修也多很多 其實我們買的小巴就是拼牌價升 牌價不升 我們根本沒有錢賺的 因為收回來的租都不夠供車 一旦維修的車就要開車 是不是? 要開車 一開車就很慘了 你那天的租沒得收 另外還要肯錢出來維修 所以最怕壞車 大家看到張柏芝這個 可以放大一點 如果大家很睏 看到這個盤子 是不是有一個十元牌? 這個十元牌就是我給他做的 有沒有人看過這部電影? 有吧? 這部電影根本是一部愛情片 這部電影有些少許紅瓶的歷史 但是我翻查這麼多紀錄 只有這部電影真正說到我們紅瓶的潛規則 反而剛才說劇透的這個 這個很長的名字 《那夜凌晨》 很久才提醒我 我遲遲都說了兩個字 現在這個劇照 是有一道村崩的地方 考考大家眼力 在哪裏錯了? 找不同 大家坐過紅瓶吧? 那你覺得這張照片有什麼錯了呢? 因為陳哥PA的時候 也有問我們關於行內的規矩 我們都說了給他聽 但這件事他沒有問 所以他錯了 開股了 因為這個司機前面的錢兜是沒有錢的 這是不對的 一輛正在開工的紅瓶 那錢兜一定有銀 但是我們賣了一套切給他 不會給他一些銀 那些銀他自己放進去 可能他PA就漏了 還要拍出街 而笑我們的行家 大家當然不知道 當然問大家 沒有人回答 大家都不知道哪裏錯了 即是過了骨 沒有人回答 如果這樣更壞 如果要炒 那錢兜已經不在 應該已經飛了 其實也不對 講述一個實例 我有一次看匪处台新聞 那個報道有一輛紅瓶撞車 那個大銀磨壞了 司機進去醫院 那盤就飛了出去 但沒有壞 沒有壞 沒有壞 那個膠盤 其實我應該拍照放在那裏 宣傳一下就不好 司機進去醫院 就證明我的盤子 比他的車盤 大家看到門旁的牌 也是我們幫他一套做的 其實紅瓶的歷史 大致上我都說了大約70%至80% 不知道李先生有沒有補充 是 是 那間紅瓶最早的 就是我十四座的時候 是 是 轉至十四座 我們那時候最豐行的 實力小巴 又賣自己的廣告 實力小巴 實力小巴 OK 好 讓我說了一點 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這個牌 又賣一點廣告 這個牌 如果很硬 看到這個牌 用膠袋包著 其實他訂了兩套牌 他訂了兩套 兩套 告訴我 一套是拍的 一套是撞的 一套是撞的 因為大家看那套戲 沒電的時候 是撞車的 他撞的時候 他說這套牌 現在就不要了 我就做了三個 其實當然是收了三套錢 我不告訴他 就是三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怕它是NG 一撞下去的時候 不行 再來過 但是牌困難了 那怎麼辦呢 你叫我立刻做牌 我一定要幾天 人家整組員等我 沒有可能的 我亦都避免這個風險 做多了一套 幸好陳的功力一流 一撞OK 我就多了一套 有些朋友很喜歡這套牌 有些就買來留念 還有一點東西 大家如果細心的話 留意到前面那段紀錄片 看到一個紅車 前面是有一個燈箱的 插這些牌 現在是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了呢 他就用一條膠條 一條槽 放進去 另外還有 如果大家搭開 廣島的紅車 和九路的紅車 最大的分別 廣島的紅車是沒有這個尺寸的牌 只有這個尺寸的 只有這個尺寸 最大的尺寸 最大的尺寸 這麼大尺寸 大家留意一下 不是的 香港也看到有這麼大的尺寸 有這麼大的尺寸 證明這個尺寸 在九龍開去香港 香港是不會用那尺寸的 因為這個尺寸 是政府規定 最大的尺寸 最大的尺寸 不可以大尺寸 那為什麼九龍的尺寸 會這麼大的尺寸 因為偷雞 你又撐大尺寸 我又撐大尺寸 終於去到這麼大的尺寸 不過 始終香港的司機 不知道為什麼 是守規矩的 這是真的 因為其實 政府的規定 只是一個這些牌 和一個價錢牌 你不可以再放第三樣 不可以用直通車 又說不進哪裏 那些不可以的 只有兩個 一個中尺寸 一個價錢牌 就是這麼多 這樣就 不說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 你看到六輪 只有一個LED燈箱 其他都不用怎麼看 因為六輪通常是撐卡 現在連六輪 大家收多少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你上車就撐了 不知道多少錢 大家有時候留意那一盒 記得注意 因為六輪是會分斷的 是嗎 如果你不說 司機不按鈕 或者你不按鈕 你會給多了錢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給多錢 沒有 不知道 這位我的老闆 姚先生 他開私家車多 所以他不知道 因為如果大家上車都留意一下 你問問他 我去哪裏 你冒險給他罵一句 我可能省了幾元 尤其是我們在佐敦道 很多車是分斷的 去到原方那裏 是便宜的 由佐敦到原方那裏 好像是三個多 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 上車就撐了 我看到有人可以按鈕 原來省了一個多人錢 一個多人錢 一個多人錢 省了幾次都可以回答一程 大家聽我發了一小時 大家對熊仁有沒有想問的地方 有這個老前輩加起來 我都可以回答 沒有 沒有我繼續吹水 實力由幾年開始 實力由幾年開始 1980年 你認識的 我認識你1984年 應該是1980年 1980年 應該是1980年 1980年 19397年 是在圓州街19397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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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做小巴 真的長久很多 但是你寫的牌 是在我幾年 1980年 應該是1980年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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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答中 那麼花馬字 花馬字 那花馬字是怎麼來的呢 買麵包啊 自花 自花 自花也是 原於是 原於算盤的 有沒有人見過算盤 不要說用過 用過 知道算盤 其實這些字 是模仿算盤子的 這個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七個半 但是七字怎麼來呢 它有原因 不是隨便畫個符 是七的 上面那點 是算盤的五 算盤子 知道大家 算盤子上面那兩粒 代表五 下面那兩粒 代表一 那就是七 就是我們撥一粒 推兩粒上去 就是七 推三粒上去 就是八 不是四粒 四粒就是九 是不對的 因為四粒就太多了 它會混淆了八和九 所以九 就是長長九 九個九 還有四 它不是四劃的 它是交叉的 大家知道嗎 知道嗎 花馬字 那一字 它有時候打洞射 有時候打橫射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打洞射嗎 不是 它是十位 或者八位 它就會打洞 如果單個位 譬如一元 就好像我們中文字 那一字 如果十一元 就一個洞一個橫 我想在座 都不是很多人見過 最近大約是三年前 這個美河樓 就是政府保育那間美河樓 開了一間社記茶餐廳 設計師就很給面子 他就叫我寫一套花馬字 給年青人看 還有外國人也看 寫了花馬字 上面寫了英文 一 就寫了一 下面寫了數字 一 從一寫到九 不斷地補 為什麼補呢 那些人幫了一間餐廳 順手牽揚 喜歡那一個拿那個 現在已經是全部鎖住 不被人摸了 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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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算叫我寫一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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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一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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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為我們有個Q&A的Q&A 你記得了,Question and Answer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段時間要留給大家問 就算我沒有問題,我也要等一會 可能是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我想問小巴的顏色 其實是否一定有指定在某些工廠製造 還是你自己游就可以? 其實那個約定是俗成的 即是沒有特定要去哪間廠製造 即是沒有專利的工廠製造 其實很大部份反而是由我決定 我接過牌來,因為我知道哪條線用什麼顏色 我說車身顏色 車身顏色?有指定顏色 即是有指定的 有指定 其實他來香港時,車身顏色是迷色的 那如果他撞了呢? 撞了,要游過 其實他有Pantone指定的顏色 但我經常看到的顏色都不同 可能曬得多,會變淡了 淡了 這件事是會的 因為紫外光是分解顏色的 尤其是紅色是最先離開的顏色 我覺得如果顏色能夠離開的話 車都差不多夠期了 因為他一天差不多走二十個小時 我想他六七年左右已經比我還要 你很難忘記的 李先生 你先說吧 你說吧 我常常揉著你說 因為 是否有人問? 不好意思 我想問密先生,因為我只是遲禮了 所以之前聽不到 我想問關於洪巴的發展 我看到現在洪巴的趨勢 現在洪巴的趨勢應該會慢慢轉向洪巴的發展 因為會規範這些情況 而且也是做一些接駁線角色的趨勢 似乎洪巴的趨勢應該慢慢消失了 因為政府也想慢慢取締 剛才也說過很多有背景的控制線 也想慢慢消失這件事 但我始終覺得洪巴的趨勢很方便 將來是否會由綠色趨勢取代 還是可以這樣做? 還是有一個需求 洪巴的趨勢的趨勢 但可能是比較規範的 我想看看他的發展 密先生會怎樣看? 很感謝這位先生 雖然這位先生說遲遲了 其實他對洪鹿汽車也很了解 他覺得問出問題是相當專業的 因為現在洪鹿汽車的專線 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你可以打電話留位 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坐某一輛車 譬如我舉個例子 例如去里員門 由佐敦開車的 但我在上香道 我想上車 我便會打電話 我上香道有三位 但如果他不打電話 車會坐滿了 你永遠上不了客 因為上香道差不多滿了 這個功能 是由紅汽車專線自己發明的 那六汽車會不會採用呢? 我想遲早也會 因為六汽車的生存空間 也不是那麼大 就算政府輔助他也好 因為他給了不止兩間 現在幾間巴士公司是鉗制他的 即是不讓他過分發展 因為他要影響到巴士的盈利 他一定要做一些巴士公司 沒有興趣的線 剛才你問的很正確 因為六汽車要完善自己的服務 我想這件事他遲早會出現 是可以多樣化 或者英文叫做customer service 應該是可以完善一點的 這件事對他自己的生存有幫助 多謝你 我想紅汽車… 不好意思… 我講一講 因為紅汽車… 有位問一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以前我聽我爸媽說 紅汽車可以直接一口價地租 紅汽車由哪裡去哪裡 我想問現在有沒有這件事? 謝謝你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的 因為紅汽車一個價錢之後 就屬於司機了 其實我們也租過的 我們租來做什麼呢? 譬如有些政府電台訪問我 或者NGO訪問我 他會帶小朋友來試試 跟司機互動、聊天 我就會租了一輛車 當然不是一路開車一路說 未開車之前 司機就會跟小朋友聊天 有些什麼要問 你司機為什麼你這麼兇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說粗口 你可以問他 他也會回答你 他當然回答得很遠轉 搭完之後 他就會繞一個圈 駕駛車 我們租他的車 就給了一個價錢 現在這個不要劇透多少錢 是可以兩個小時起 租到的 你租了他的車 除了禁區他不可以 租了他的車 去屯門公路不行 就算吉車也不能上屯門公路 或者尖沙咀都不行 你其他合法的地方就可以去 可以的 沒有問題 或者可以翌日結婚 可以到處做花車 可以載更多人 有人試過 墨師兄剛剛說到 紅小是可以電話叫車的 部分大哥屬下的路線 暫時以你所知 有沒有那些大哥 是有引入那些 找APP去預訂紅小座位的服務 或者用類似Uber的程式 例如去訂位 或者叫車等 多謝你的朋友 很有創意 我覺得我應該 將你的意見提給 會廳 紅車的會 這是很好的建議 但我暫時未見到 但我覺得很好 不過 由他到十九座位 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 你心想看一看 十九座位的紅車 通常都不滿 為什麼十九座位 出了之後 紅車的排價 反而下跌呢 因為 譬如我現在 在排紅車的專線 黃金時間 我大約排15分鐘 我的車可以坐到16個 但要排19個 可能排到20分鐘 都未上門 等兩座位的黃金時間 就是上班的黃金 或者下班的黃金時間 都過了 那就少做生意 亦都導致 紅車的排價 不升反跌 現在問題 業界都面臨 一個很大的危機 現在我們會長 我們有幾個會長 今天我想請他來的 那個梁洪會長 亦都向運輸署反映 他建議 晚上十二點半之後 紅車可以進入小區 譬如是 將軍路、青衣 他說 為何你不讓我進入呢 為何讓的士全開 因為十二點半後 你地鐵也停了 巴士也停了 與其你都沒有人做 為何不讓我們做 我覺得這是對的 亦都方便市民 有很多上班的人 不一定是十二點前 都放了工 有些做服務行業那些 例如酒樓、酒店 飲食業那些 我晚了下班 難道坐的士嗎 我也要坐車 這件事 由我們的會長 反映給運輸署聽 希望運輸署聽到 會從善如流 我覺得這件事 也不影響巴士的盈利 我認為應該可以放寬 那麗鞋在小巴來說 不存在 小巴是合法釣泥鞋的 因為 的士就不可以 的士你上了一支旗 你就要 一條心去到尾 但是 紅鞋不用的 總之你不要超載就可以了 多謝 那位先生 我想問一問 就是坐紅鞋的智慧 我自己坐紅鞋的經驗 也不是太多 有時在非凡凡時間 我試過在深水埗加頓 乘搭去上水 打算去沙田附近 大埔公路下車 我想問一下 通常那些小巴司機 紅鞋的小巴司機 會怎樣決定 他什麼時候 在沒有什麼客戶的情況下 會多久才開車呢 通常因為他是個體戶 就要看他的心情 譬如他是 我九個月之後 約了女朋友吃飯 就算一個客戶也開車 他也約了人 要不然 我還欠百多元 我才夠便宜 今天就多等一會 現在反而少一些情況 以前的紅鞋 去到紅綠燈 明是綠燈 他都停在那裡 那些人會問 司機為什麼不開車 要等一會 等一會 等到紅燈 他更加不開 其實不開的原因 不是關乎燈 是因為還沒坐夠 那麼多人 我想如果不是太趕時間 也要體諒一下 大家都是賺錢 好像王子華說 真的犯法 也不是犯法 是犯例 小巴的經營 其實跟我們市民都息息相關 小巴很嚴重的時候 也是正正我們香港經濟蓬勃的時候 就是剛才梁雄先生說 小巴司機賺100元日 當時也是我們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 就是關於石油危機過後 大約七四七五年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突然間起飛得很緊要 麻煩你 有這樣的環境 譬如我在紅燈 我在左邊拿客人去新界 我走到青山道 近加頓 還有兩人 大家是行家 有時候過客人去 李先生說了一件事 我漏了 就是賣豬仔 賣豬仔 這件事在乘客來說 也沒什麼吃虧的 因為過去那輛車 有幾個客人 就快點開車 都可以說好的 不過你不要收了人錢 不出聲 到時人家上車又要付錢 尤其是晚上 通常你們都可以見得到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天做過車子 我一天去到加頓 還只有三個 不如過給老友 現在怎樣 因為很多元朗的車 不是去旺角左上道 是終點的 譬如去到朗豪坊 他有兩個要去到左上道 他前面那一輛 麻煩你跟我追 這兩個客人去左上道 我馬上回到元朗 我多轉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這件事 也是行內的潛規則 是很難避免的 看看大家坐著那個司機 是否幸運 要不要買來豬仔 師傅 你剛才說到 雄鷹可能十年後 會失眉 是 你怎樣看 接下來 你會做些甚麼 不如你介紹一下 會有甚麼文化保育的工作 可以做到 除了出這本書之外 謝謝你 你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剛剛也想說 其實我們保育 是很難保育到雄鷹的 只是保育到雄鷹的文化 因為他要淹沒 這個時代的巨輪 都沒有人能當得到 我只不過是 是螳螂仔 擋住他 都被他擀扁了 問題就是 文化我們可以做些事 譬如透過一些資料的傳承 我們的工作坊 跟小朋友介紹雄鷹的歷史 如果有機會 找到一兩個 不太喜歡賺錢 又不太喜歡錢的人 就傳承我們雄鷹的工作 這是最難的 因為做完工作 沒甚麼錢 沒甚麼人喜歡 暫時找到一些 不過他們只不過說 麥師傅 我用義工的方式幫你忙 這就不是一個長期 偶爾有空來參加 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多謝 大約時間 我們還有幾分鐘 還有五分鐘 我們還有沒有問題 這就是我老前輩 李先生 因為九座位 我們小時候坐過開大 開大就不止九座位 他不止二十幾個位 三十幾個位 開大你知不知道 開大 那時有私人巴士 他一樣可以在巴士站上 就是集團 集團公司 但是 如果九座位 那些 如果小朋友沒有坐過 可能在座都 我見到很多小朋友 開大 他有今天 多謝那些 剛剛那時候暴動 多謝暴動 那就他買大開大 他贏了 其實開大 現在還存在 那時候暴動 就是戒嚴 戒嚴 一戒嚴 就回家 那時候 坐車 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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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那時候 經常戒嚴 七幾年 其實現在開大 那間 車行還存在 因為它是校巴 廠車 那些工廠 工廠 都有開大 車路經營 不過就不像以前 那麼出位 以前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跟政府有那個協議 它是可以在巴士站上落的 我們都坐過 它是貴過巴士 便宜過小巴 以前我們小時候坐過 其實我們香港那個交通工具的歷史 其實就不是很複雜的 最遠遠流暢就是電車 接著就開始是巴士 巴士 巴士大家聽過 1933巴士公司 1933就是九巴成立的那個年代 1933到現在 我想都有七十多年 八十年以上 對吧 都一個歷史 那 除了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交通工具 可以給得上小巴 是 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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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地鐵之後 小巴就被邊緣化 這個都很重要 地鐵 有了之後 那些小巴賺錢 會比較難 會比較少 是啊 所以我說九零年之後 我們洪灣走下坡就是這樣 大致上 我們洪灣、陸灣的歷史 我們經過一個多小時 我想大家都有初步的了解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面書問我 或者 買一本書 因為我今天也要推銷一下我本書 如果大家今天買的話 我可以和大家簽個名字 如果大家喜歡拍照的 或者不嫌我醜樣的 可以拍照 大家自行決定 不是黑售 洪灣 讓我想一下有什麼還沒說 正面負面也說了 連洪灣的戲也說過 那是否兩套戲大家都看過 如果大家沒看過的話 我就推薦大家看這兩套戲 其實兩套戲都值得看 因為兩套戲都得獎 都值得看 也不是太多電影 關於洪灣的戲 很少 巴士就很多 很久之前有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套戲叫巴士銀 丁營 巴士銀 那裡不是說巴士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說巴士 巴士的戲早過我們洪灣的戲很久 洪灣是2003年才第一套有 第一套有 你說殺眼過的 有 許冠傑那套 《半斤百兩》就有 在洪灣上面有一套戲 有一套戲 有一段戲和石堅做的 有一些電視劇那些都不算 如果真的用洪灣來一個主題的 就是這兩套戲 大家不妨看一下 看完之後 大家坐洪灣的時候 都會有多些趣味性 或者如果記得我剛才所說的 甚至買一本這些書 一邊坐一邊看也不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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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